哈喽大家好 下午好 现在一点半的时间 可能很多人都还在休息 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的 线上的来观看 圣彪的音乐会 那圣彪要毕业了 我们也祝福他 希望他的音乐会可以非常顺利 然后 预处同在 就是保守 这场音乐会可以跟他顺利 我们请圣彪会跟大家介绍 第一首曲目 那第一首曲目拉吻池之后呢 可能有稍微五分钟的休息 那可能五分钟 就是休息时间之后 我们就再继续他的下半场 就是另外一个曲目 好 那我们欢迎圣彪 参赞 谢谢 第一首曲子 谢布林感作品三 是由维瓦地 于1711年创作的 第一首 二首 和四首小提琴 协奏曲的十二首合集 该系列 主要以时间 顺序排列 这些协奏曲 通常被称之为 大协奏曲 因为他们使用 协奏曲风格的合奏 经常使用独奏大提琴 维瓦地是意大利 巴洛克作曲家 小提琴演奏家 教师 以及神职人员 他出生于威尼斯 被公认为最伟大的 巴洛克作曲家之一 他最著名的作品 是一系列小提琴的 小提琴的写奏曲 名为四季 最后一名的作品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说明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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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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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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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